十大香港舖市數據 逐天逐天跟你說 第一 柳旺豪一樣會旺 水漲船高 過去20年 每年的樓市 是舖市成交量的10倍 現在大家都看到 蔡爺在2024年28日全面切辣之後 樓市的成交量慢慢的聲音 樓市辣椒首階段 推出是2010年11月 額外印花隊專門打擊 是兩年後的短炒 經歷重重加 14年了 十時間全面切辣 累積了14年的樓市購買 十時間爆發出來 2月28日全面切辣之後 去到昨天3月13日 新盤成交量真的爆發聲 看你的表 28單 53單 54單 82單 370單 120單 118單 278單 185 163 187 153 118 118 再118 加起來 合共是2154單 新樓成交 根據測試物業股價署 過去20年樓市平均每年的註冊成交量 金額是港幣4287億 樓市平均每年的註冊 金額就是港幣399億 樓市平均每年的成交量是樓市的10倍 只要樓成交多10% 看這個圖 歷年數據都證明樓市和舖市的成交量 大家都有極高的相連性 水漲船高 當樓市旺 舖市成交都一定會旺 等樓市多 一兩排 舖市就來了 明天再跟你說第二個數字